李云飞,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让你的人生少足玩弄 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GDP增长2.3%,突破了100万亿元大关 那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比上年增长4.7% 从这组数据来看,是皆大欢喜 全民个人收入在增加,全国总体财富在增长 那如果按照这个数据,一家三口人,家庭总收入就要超过10万元,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线 那如果一个三口之家,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是远低于全国平均线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的家庭就是贫困户呢? 现实当中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记得往下看 第一,年收入在5万元的家庭,在中国到底算什么样的水平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平均数据,毕竟中国有钱的人太有钱了 我们先来看一组最真实的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16万户样本 北市大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 分层线性随机抽取的6万个代表性样本 测试结果显示 中国有近43%的人口,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 有56.5%的人口,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 有69%的人口,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以内的人数高达到全国总人数的95%左右 从这组数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 虽然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线 但是呢,我们还是超过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群 那这个收入啊,不能算富有 但肯定也不能算贫穷 我们在分析完第一个问题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年收入在5万元的家庭 实际的生活状况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我们分为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呢,围在城市的生活 第二个是在农村的生活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如果按常住地来分的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 中位数为40,378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 中位数为15,204元 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 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的家庭 如果想要在城市里面去生活 还是非常捉襟见肘的 因为城市平均一个人的收入啊 就相当于是我们一大家子的总收入了 那这样我们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 还要面临着房购 车贷 孩子的教育费用等等一系列的开支 那这点收入恐怕是活不起啊 但是呢 如果把这个收入放回到农村去生活的话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那毕竟这个收入和农村现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做比较的话 那也是相差无几 不能算很好 但绝对不会算是很差 那家庭总收入5000元 在农村不仅能够满足一大家子的开支 还能够啊 有盈余 那因为生活开支少 孩子的教育成本也会少 再说很多农村人也没有背负着房贷的压力 那这个收入生活过的还是悠哉悠哉 那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如果农村人每户家庭真的能够有年收入5万元的话 我相信是早已经实现了全民脱贫了 第三年收入在5万元的家庭如何过处有质量的生活 那其实在分析完以上的这几个问题以后 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引刃而解了 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城市里面去生活的话 这条路显然是行不通的 我们可以选择回到内地的小县城 又或者是回到农村里面去生活 避开大城市的高消费 高房贷 高教育 那城市套路甚 我要回农村 这句话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我们要做好开源节流 那既然收入不高 我们就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去花销 要精打细算的去过日子 那再者制定好合理的理财规划 那现在农村大部分人的理财方式一般分为三种 第一存进银行 第二进城置业 第三购买黄金 那说到这里我才想起来 年前我回到老家就看到一个小县城里面的黄金啊 是一家接一家 一家比一家的气派 那当时我还在想 一个小县城的黄金的需求量怎么会有这么大呢 那现在回过头来 再想一想这个问题还确实有所需求 一来黄金是婚嫁的必需品 二来黄金也是农村人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 农村人对黄金的热衷是有一定根源的 年收入在5万元的家庭 在中国就已经超过50%以上的人群了 那这个收入啊 算是中等水平 你会超过这个收入吗 那谈一谈你的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